違章工廠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海的分身 小海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提的這個案子 從7月的大松就來提案 這是違章工廠 叫做This factory is a ape that you can report Illegal factory 所以可以舉報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為什麼呢 就是最近都會發生很多農地違章工廠的案子 就是台灣有國土計畫分區 農地上不應該建工廠 因為可能會沒有消防栓 所以來不及撲滅大火 或者是它的污染物處理不完全 那目前全台灣已經有 可以知道有13萬間違章工廠 每個月至少有百件的檢舉 但你幾乎很難看到他們有在被拆除 所以呢地球公民基金會希望 讓這個檢舉的過程可以更容易 而且更有效 所以就一間黑客松提案 希望說大家可以看到 是個違章工廠 然後打開這個網頁 就可以直接照相 然後回報它的地址 然後地球公民基金會 就會把資料打包起來 去跟縣市政府說 你看這個月就有20件或50件 然後讓政府回應 之後再讓舉報的公民知道 回報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呢 小海人 吸引到非常多人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美洲山 現在在台北 就是會有這個違章工廠的小具 那每次大概都有10個人 然後非常感謝這上面所有的人 或是有些沒有列到的人 持續的貢獻這個專案 然後所以現在就從原本必須要 八頁的Google表單 變成一個網頁版 那現在是一個預錄的demo 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己上這個測試的網 QR code被遮住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往左拉 對我可以往左拉 好 就是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自己玩玩看 然後如果有BUG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Github上去去回報 首先就是你會定位 定位在你違章工廠 然後白色的地方是農地 所以你看農地上放大選取 你這邊有一個違章工廠 選取這個地點之後呢 就是可以上傳一張工廠的照片 然後這是我昨天在Hustle的照片 所以就拍了一個杯子到 然後你就使用這張照片 然後可以填你的聯絡資訊這樣子 這聯絡資訊會是匿名的 就不會給政府知道 但是是給地球公民基金 會如果要跟你確認 那張照片的真實性的時候 可以跟你聯絡 所以也可以不用填 然後上傳完照片之後呢 可以幫忙選取 打工廠的名稱 我們現在上傳的照片有點久 工廠的名稱 然後也可以選擇工廠的類型 然後你可以再新增其他的資訊 比如說你覺得味道很臭 或者是你覺得他有懷疑他有排放污染物 或是聲音很大聲之類的 然後這樣就是成功送出了 然後送出之後就可以在地圖上看到你新增的工廠的資訊 不過補充知道 因為有人可能只照了照片 可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工廠 那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進去更改它裡面的內容去改它 所以你也可以加上新增的工廠的資訊 你也可以加上新增的工廠的資訊 其他人的資訊 例如說 你也可以改變工廠的名稱 或者你也可以加上新增的資訊 所以 5號我無聊了 183clock 然後更新 好 就是這樣 那這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是Alpha版 所以歡迎大家來測試 然後呢 大概兩個禮拜前 大概三號有個維章工廠 它就是 又燒掉 然後污染了整片農田 所以呢 地球公民基金會 就有個專員覺得 莫名將太可憐了 就說 這三分田的米我全部收了 但是你知道NGO的人沒有很有錢 所以 他就覺得怎麼辦 所以地球公民基金會 就邀請大家一起來募款 一股六百元 然後呢 買下這些米 然後把它送給立法委員 放到他們的辦公桌上 跟他們說 你們沒有處理維章工廠 你們就是會害我們米收到污染這樣 所以請大家掃這個QR Code 踴躍的捐款給地委 做為他們的聖誕禮物 這叫 維章工廠在農地燒出污染火大米 好 旁邊是那個小胖 是地球公民的那個專員 右邊是維章工廠怪獸 好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維章工廠的進度 一起彩報 我們要一起舉報 Sight of the staff factory Nawki Hub report bug 預計明年1月1號上線 謝謝大家